好,那首先我们就先针对我们先前有讨论有关于纠松活动的性骚扰事件的处理方式 那我们有讨论到几个要点,首先第一个是预防的机制 就是说我们在性骚扰的防治资料可以先放在报道台 或者是放在更多的地方,让这个概念可以在很多地方出现 那或者是说像是KKTX的报名系统 我们也可以告知说我们如果有发生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找穿黄色背心的工作人员 那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告诉大家说我们有在重视这个概念 那如果真的发生事情的话有哪些可以求助的管道 那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积极的去处理 那第二点呢就是除了纠松的工作人员之外 还有哪些人可以做哪些事情 那我们认为说其实坑主啊他有这个要维护这个坑内友善 分为的一个意识还有一个义务 那如果坑内有发生任何就是不开心的事情的话 其实坑主就可以主动去制止 或者是说在之后也可以回报给工作人员 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它是一种分散式的处理 那也很符合GNV开放的一个模式 那再来第三个是回报的系统 就是我们认为说也许可以在影响力问诀里面询问 一提是说那本次大松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开心或不舒服的事情 那不仅仅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也有可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 或是你觉得你坑内的氛围怎么样 因为有时候当真的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很难反应过来 那旁观者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 那坑主也可以在问卷里面回报说坑内讨论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好那第四个是我们想到要怎么样去改善这样的一个制度 那可能未来也许可以制作问卷来询问大家说 那这个活动你们觉得是安全了吗 这个社群是安全了吗 或者是说要怎样才可以更加的安全 那就希望大家也可以来集思广益 那最后一个第五点是我们还在讨论的是 那未来是不是要有这个黑名单的制度 可是如果有这个黑名单的制度 那这个黑名单要怎么样才会被列入黑名单 或者是说这个黑名单的期限有多长 还是一日黑名单就终身黑名单 那或者是说如果这个黑名单有期限的话要多久 那这些我们都还在讨论当中 就是大家欢迎大家可以加入这个扫这个QR Code 然后加入这个共笔 然后一起来讨论说怎么样让这个机制更好 让这个环境更友善 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针对性骚扰防治的一个讨论结果 那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们的会后的问卷填写 请大家拿起你的手机然后对准QR Code 填写一下Josun的这个影响力问卷 那有什么建议的话也都可以在问卷里面提到 让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活动越办越好 好那今天的活动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